已经在位七年多的食药署长吴秀梅 是卫福部任期最久的食药署长 现在全出遭到撤换 行政院长卓榮泰以一句前署长称呼 间接证实吴秀梅即将下台 食药署吴前署长在过去七年 也在工作岗位上让我们看到 他的专业跟禁止 我认为卫福部有整套的人事 新的规划理念我们尊重 食安全药事件层出不穷 吴秀梅自2017年2月上任七年 曾发生过多次重大风波 从开放美竹进口高端疫苗 黑心快筛争议 美食卖场毒莓果 苏丹红辣椒粉和保龄案 重大风波接日连三爆发 外传压垮吴秀梅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输液缺货事件 吴秀梅会被换下来 食安的问题 快筛的问题 输液的问题 都是整个被换下来的主因 不过卫福部长都换了三任 需要署长这位置 吴秀梅还是坐得牢牢的 外传之所以这么有底气 是因为有后台 任期最久的署长 他的地期是现任的立委 当然在政治背景是很强大的 他在外界沟通能力 协调能力 外界是比较有想法 而且还说谎 没有 主席时间暂停 我去找资料给他看 你时间早就到了 连面对自家立委都不客气 吴秀梅作风强悍 可想而知 这回遭到撤坏 业界并不意外 而即将接任的新食药署长 庄生宏 现任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 药学背景出身 专业领域 新药开发 精英治疗等等 预计7月1号上任 不过是要数业务繁重 署长位子不好当 庄生宏 条件还很多 明星新闻 李冠陈伯瀚 特别报道